哈喽宝宝们你们好呀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最受日本50代女性欢迎的医美项目top4 排在第四位的是去斑 用激光等方法去除阴影光照 内分泌色素沉淀等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日晒斑 雀斑黄鹤斑老年斑等不同的斑 排在第三位的是头发稀少 女性虽然一般不会像男性那样秃顶 但也会因为内分泌失调或者是雄性激素分泌过旺 而引起脱发从而导致头发稀疏 一般采取内服药或者是注射药剂的方法进行治疗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注射干细胞培养上清液来进行改善 排在第二位的是改善下垂 50代的时候一般面部眼皮眼带等多处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松弛和下垂了 因此会针对各个下垂的部分选择合适的方法来进行改善 比如线雕拉皮眼带切除以及切眉等 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离子导入 最受50代女性欢迎的是美肤项目离子导入 通过向皮肤注入微电流 将离子化之后的药液呢 导入到我们日常护理无法渗透到的皮肤深层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